那这个委员怎么观察 我必须说一下 其实在赖清德的个性上面 还有过去他跟派系之间的关系 我举三件事情 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 他曾经因为李全教事件 他不进去议会里头 那时候跟整个派系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新陶楼办公室认为他应该进去 第二件事情 大家这次在初选的过程中 最经常举的就是他当行政院长的角色 可是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其实新潮流多数也是都认为反对 因为那是一个消耗 他的光环的一个地方 可是他还是坚持要去 他认为说大额局面没有很好的情况底下 他必须在党的这个角色当中 扮演一定的责任分工 那第三个这件事情的时候 新丢流警察又知道了 又知道了 完全几乎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个一个震撼蛋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要穿上 这一点大概很多人问我 在3月16号来临之前 我跟他出去的每一天 人气都很旺 当然很多人在说 酸中痛酸中痛 老实讲他面无表情 当然也有一些媒体 中间还是穿插会问他说 你到底要酸中痛吗 3月16号还没有到 到了3月16号那一天 我当选了 几乎一大堆群众都是跟他讲说 你爱酸中痛 他也是一样 无动于衷 可是听说 他对我讲的是说 胜选了那个晚上回去以后 他就开始思考问题 大概凌晨的时候 一两点的时候 他才做出他要选的决定 隔天的3月17号的早上 他是凌晨一两点 他跟我约了八点半 我们开始要去卸票 我们去卸票的时候 所有媒体又来了 媒体说 院长 院长 今天3月17了 你该讲了吧 他会跟他讲说 这次胜选 最重要的因素 是阿扁总统 所以他认为 设扁的一天很重要 对于民众的反应 他会好好的思考 最后就丢了这句话 那天也是一样没有讲 一样没有讲 到隔天以后 他突然就跑去登记了 所以17号 还有一个关键转折 丽景祥老力 从台中杀到台南 半夜跑去 劝他吗 老力半夜劝他是 礼拜天 礼拜天晚上 可是你再怎么劝 你就赖清德的个性 这样子 所以他基本上这一次 为什么你不知道 丽景祥知道 丽景祥怎么知道 丽景祥知道的讯息 是来自于哪里 我不清楚 我也没有问老力 而且还是丽景祥 是神机妙算 就算到 17号要登记的 应该有一些讯息来源 没必 因为你隔天 要准备的话 一定要准备一些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 像17号那一天 他跟我讲说 郭文 我今天可以 背你赏一段时间 我说 你中间还有事吗 今天就 没有其他双目 他说 没有 我又会要开 我心里想说 奇怪 这时候还什么会要开 第一来 他也不是公尺再生 第二个选务已经完成了 他要开什么会 那时候他跟我讲说 他还有会要开 他就讲了这句话 老实讲 你有没有想说 我心里有没有想问他 我有想要问他 但是老实说 我真的开不了口 我觉得这是 他心里来心世界 自己在想的事情 他就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 可是怎么想 也没有想到说 是3月18号一大早上 就开始去登记 我个人基本上 还是那种震撼单 被波及的那一位 到现在为止 大家可能还是不相信 可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但拉回来讲 他担任行政院长 这件事情 一直在这一个 选战的过程当中 一直拿出来被讨论 包括小燕总统 也在说 我不能跟一个 我的行政院长来做辩论 然后也有人讲说 他是任期内 最长的一个行政院长 可是我跟大家说 其实这两个角色的部分 有需要这么强调吗 第一个 他任期是真的是比较长 但是问题是 只有两个行政院长而已 到目前为止 小燕也任用两个行政院长 三个 第三个 现在第三个 第三个还没结束 你还不晓得他多长 前面那两个当中林权 他的任期是2016 520 到2017的9月7号 总天数是475天 另外赖金德是9月8号 到今年的1月14号 总天数是多少 是494天 OK 赶赶开 19天 三个星期就不够了 这两个人的罪 这个罪 听起来又有点罪字的罪 那长哪有那么长 也没有感觉那么长 所以这个东西 一直被拿出来 碎嘴 说 他是最古的行政院长 所以对那政绩以后的功过怎么样 我再拉回来说 第一个 在民进党里头的这个平台 也不一定是辩论的方式 这其实有可能政线发表的方式 其实在同党之间 不一定要采取辩论的方式 因为差异 我问你 并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说 基本上 就是因为差异不大 所以我问你 对 我必须讲说 有些问题差异是不大的 就你的观察 蔡英文的路线 跟赖清德的路线 最大差异是什么 展现出来的方式 比如讲 他展现出来的方式 有几个 大概台面上 有四个问题 有在被讨论 一个就是所谓的 务实台独的问题 一个是涉扁的议题 第三个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拼禁计 因为院长一直想要 他拼禁计 除了拼禁计之外 第四个我是觉得 他们都有提到修宪的议题 如果站在总统的高位的话 这四个议题 他恐怕都会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我是觉得 讲实在话 在台独立场上 刚刚有些讲说 为了选举而修正 其实他在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就有类似 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一个说法 现状就是台独论的这种说法 但他修正成滑平了 对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是这样子 就是说基本上 那他修正成滑堵的路线跟参议 或许已经半斤八两了 或许往以前都一直如此 只是他没有办法 完整的如此做说明 但是他在行政院长的时候 类似有这样的论调 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的论调 基本的一个立场相差不大 可是在听的人的身上 所以感受有所不同 什么意思 比如说他障碍复旦大学 他说台独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特派的因素 觉得这个比较有价值 比较敢说 他们觉得比较有信心 类似这种方式 所以说感受上是不一样 表达的方式或者是听者的感受 是不同的 你听起来看起来就不一样 但是你问起来 支持的程度就不一样 为什么如果两个都一样 为什么一边的支持他 为什么不支持他 感受是不同 第二个部分 色扁议题的部分 其实蔡英文总统 他也是在谈到说 时机如果成熟的时候 他会处理 所以这个基本上的立场 好 色扁议题 我有感受到他们差异 timing点上上 色扁议题 我有感受到他们差异 这不一样 然后那个LINE 他就谈了好几次 从他市长到院长 他们都谈 至少在蔡的部分 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第三个部分的话 拼金记大概 他有一些具体的成绩 这个就略过了 就叫五缺的部分 等等 拼金记他们的差异在哪里 没有 我说 他有实质的操作方式 他五缺的部分 至少工商团体 都还蛮认同赖院长的 他要走的时候 工商团体都一直叫他们 不要走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 他会比较有信心 他会强调这个部分 或许他会拿拼金记的部分 就如同蔡英文总统 他在国防的部分 相对有成就的部分 来做表述 来争取国人认同 同样的道理 每一个候选的心态都是如此 可是第四个部分 或许在修宪议题当中的态度 或内容 或程序 或timing点 人的选择也会不一样 或许两个人都说谈修宪 可是时机方法 都有所不同 也有可能 所以我认为是有大同 但是也有小异 也因为有大同 有小异的情况底下 就在谈证件 也因为谈证件的情况底下 谈证件通常是在谈 未来市居多 谈证件通常比较少 谈过去市 那你就没有所谓的 以前的供或过 纠葛在那边 所以今天如果假设 在一种初选的平台当中 把未来市 想要理念 想法 方向讲清楚 这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那个游戏规则不是不能改 只是说你现在程序 已经开始进行了 你现在改实质的内容 当然会备受争议 所以你如果在之前 有讨论的话 不论是优先条款 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 也不是说没有 你说是不是要纳入大哥大 也不是说没有 但问题这些游戏规则 都已经定了情况底下 比赛规则都已经公布了 选手就定位了 你说你要改会延 那其实大概理由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陈水扁根本不可能 成为台湾的总统 因为林毅雄 就是改变了游戏规则 所以让他成为总统的 那是更改之后 那是更改之后 才会进入初选 那是在初选之前 不是初选进行 那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已经踢出车一棒了 再拉回来讲 我是觉得刚刚有几位朋友 是蛮优心的 就是说本来正常的游戏规则 是4月17号定案 那大家想嘛 今天都4月10号了 只剩一周 原哥本来游戏规则 本来正常的day案 本来是4月10号 就要民调完了 后来4月17号 是产生的日子 到现在还没有 是因为之前是行政 往后挪有什么不行呢 有啊 有挪一次了 已经有挪一次了 已经挪到4月14了 那现在挪是说 你上一次已经挪过一次 你现在又要再挪 你要缴出一个理由 那是上次思虑不周吗 还是这一次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你要讲清楚嘛 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情况下 民进党现在的进程 可以说呢 好 公布了 那现在退远到哪里 第一个还在协调 协调接下来是政签 政签接下来就是民调嘛 大概分测三个阶段 那现在是大家卡在这个所谓的协调 那协调有三个可能性 协调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你就是找出 那个一组人马或一个人马 那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嘛 第二个好 协调好 大家就照姓友的辞呈走 这姓友辞呈什么时候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开始辩论 下礼拜就开始民调 接下来就产生人选 这是第二个嘛 可是看起来就有杂音嘛 昨天两方的意见 还有包括所谓的 这一个见面会的内容也没有形成 所以现在党内听闻起来 是在找第三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初选的一个进阶版 照样执行 但是我听到了丰盛 不是协调起延后 所谓协调起延后 但是协调起延后的情况底下 有没有拉长初选 拉长啊 一样啊 所以说你要去讲说 你为什么这时候协调起要延后 难道电视台还没联络好吗 政见来不及 你要找一个适当的理由 然后是不是这一次协调以后 是最后一次的 不会像上次说 协调延后一次 又有第二次的理由 会不会有第三次 那支持者怎么办 心情要如何照顾 然后协调 这个协调如果拉得再长 初选拉得再长 会基层会不会更焦虑 会不会重蹈覆测过往2008年 或2012年的那种竞争的激烈程度 但眼前来看 我必须说 各位看到很担心 其实在这一次的党内的竞逐的过程当中 还不弱2012 更不弱2008 2008的竞争没什么 台肯会晒晒 好我们稍微 Heather回到这面现场 最深算很多 都没我